今天是2023年5月9日 今天剛好屬於莫斯科這邊 慶祝他們一年一度的《勝利日巡遊》 《勝利日巡遊》說回異戰當時的激島納水 激島納水當然不只是前蘇聯的事 亦是整個歐洲和整個世界人民的勝利 所以這個《勝利日》不是單單只是前蘇聯的 即使是歐洲這一邊 其實他們都是屬於他們的勝利 所以歐洲那邊 就不是叫《勝利日》 他們就叫《Europe Day》 即是歐洲日 如果你以歐洲日來計算 我想歐盟 即是他們更加在慶祝上 就會更加之多 歐洲日也有好一些國家 即是他們都會做一些慶祝等等 那些什麼情況都有的 而我們看到烏克蘭最近也要改稱呼 因為烏克蘭也是屬於前蘇聯加盟國 所以一直以來他們都會慶祝 我相信他們的牌頭 都會叫做《烏克》 都是《勝利日》 但習近平也說 現在《勝利日》大家改一口 不會再叫做《勝利日》 現在就叫做《歐洲日》 就真的 好像歐洲那種傳統 跟歐洲人一起普天同慶 去慶祝整件事 慢慢要去俄羅斯化 去蘇聯化等等 在這場仗上 我們也有看到這件事 Anyway 今天 5月9日的《勝利日》巡遊 其實普京也盡他所能 盡量去粉飾太平 如何在《勝利日》上 都嘗試保留他們的氣氛 以及保留俄羅斯那種氣魄 那種感受 等等 雖然是這樣說 但是其實今次 有很多的紀念活動 其實也是被取消 閱兵的整個儀式 規模也是被縮減的 雖然我們說 在莫斯科紅牆 仍然是有 但是全國各地 基本上 大致都取消了閱兵 除了聖比德寶 等等 甚至乎 連他們 往常也有 Air Parade 即是有空中 閱兵進場 然後就開始 閱兵的儀式 以往會有什麼呢 例如蘇57、蘇35、蘇30、蘇34 又是他們的直升機卡52 即是那些米系列等等 你是會看到的 但是今年你就看不到 其實比較奇怪 如果你以 俄羅斯的裝備來計算 最不受影響 就應該是他們的空軍 因為他們的空軍事實上 在這個帳篷裏面 其實又真的 出弓不出力 情況也相當嚴重 所以說真的 如果出回一架 米格31 上面起碼都帶著高車堪速的武器 避瘦飛彈 飛進來 是吧 給人的感覺 起碼還是一個 灰魂的大國 你沒有理由就沒有這些空軍東西 當然我們也不要斜負你給一架PACTA 即是這一種我們說他那個 即是下一代的 新型的一個隱形轟炸機出來 概念圖就有很多 事實上我們看到他飛 我們真的沒見過 那我就當了 你那麽厲害的東西就沒有了 那你也把一架白天鵝出來飛一下 是吧 說真的 你這些什麼白天鵝 根本你也不會飛上戰場 是吧 其實你也在附近的機場而已 你飛過來 然後你過了這個紅錘月兵 你飛回去又有多快 一架轟炸機又飛得夠快 那這架還可以飛到超音速 說真的 所以根本你這一頭飛過來 緊急的飛回去 沒問題 那你真是連白天鵝也看不到 是吧 屠九五你也看不到 是吧 我們經常都說 屠九五這些 老爺還老爺 事實上勝在刀數量又不少 上面又可以掛載武器 明顯你可以上面掛載著 我們說這個KH101KH55 其實你可以用圖九五去掛的 那麼 拿出來看又好看 你看看它上面 掛到紅彈彈的多好看 它上面又可以帶核 又可以帶 常規的彈頭 所以變了 有些掛核 有些掛常規彈頭 是吧 當然 理論上 它那些全部都是假的 訓練彈 是不是 有什麼意欲 你想控場整個 爆炸嗎 肯定不會的 都是掛些假的 是不是都可以試一下 出來給大家 看看 其實俄羅斯自己也有無人機 這場戰爭 也是無人機的戰爭 所以如果展示過的話 也可以嘗試展示無人機 我今年也經常都在想 它會不會試一下給我們看看 伊朗的無人機 即是Shahi 131136 既然你買了這麼多回來 雖然它是屬於伊朗的 現在也屬於俄羅斯聯邦的資產 拿出來看看 是不是 即是被人不去看看 所以其實都是有點失望 你看到為什麼 空天軍他們的戰機 還有超過1000 你都不拿出來 喂 你在上空那裡飛一飛 其實都不是好事而已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們給出來的理由 你很難接受 那個理由竟然跟你說 就是天氣問題 即是 哇 你這一句 你多傷透呢 即是那些粉絲的心 是不是 他竟然跟你說 是啊 是因為天氣問題 所以我們今年 是不可以有這個飛機 這樣就飛過去 蛤 這樣也行 那這個Veter Conditions 即是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 紅牆 其實上空現在的天氣狀況 有多差呢 為什麼差到 就說 要搞成這樣呢 是不是 整件事是真是很樸索迷來的 大家看一下紅牆 即是今天的天氣 你也看到都是天朗氣清 雲也不是多的 雲量也不算多 能見度非常之好 是不是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為什麼又 因為天氣 因為天氣太好 讓你看得太清楚 因為天氣太少機 所以肉酸 所以就不做這件事 所以 解釋不了 他又不是說太少機的問題 相信他們就機的東西 他們一定都有 所以這個縮減規模 我只能夠說 可能是要parallel 即是既然陸軍沒有什麼 如果突然空軍 那麼多家當曬出來 你會搞到陸軍 都相當之心理不平衡 不過就被人比了下去 他比了下去之後 不開心之後 在前線打仗 又打得不開心 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會出現呢 所以既然是這樣 就不要show off 雖然空天部隊 還有火 但是就不要拿出來了 因為其實陸軍也沒有什麼好拿 陸軍拿什麼呢 陸軍就拿T-34 所以就 蠻糟糕的 尤其是今年 今年都真的 一架T-34 每一年都一定是T-34帶頭 即是二戰那架主力的坦克 他就一定是帶頭的 後面有些裝甲車 今年 其實我也沒有直接看 很多報道都說 他真的沒有坦克 你不要說T-72 64 80 90 90 T-14 那些 我去年 大家還記得 去年我 Simon Hing Mark Hing 我們好像還有 Oscar 我們一起看 5月9日的紅权月兵 我們還要數有多少架T-14 我們還要有新型去抓他 今年你也不用抓了 T-14坦克 你也不知道他去了哪裡 這個也是 相當之搞笑的事情 所以你想要抓一架T-14都抓不到 所以今年就比 往年來說 就 縮了很多 真的沒有什麼看 這是很少見的事 裝甲車少了很多 房衣桶 還有周制彈到導彈 這些是有的 這些都經常常有的 但是那個編排的軍隊數量大大減少 尤其是無空軍真的很難接受 其實你也知道 他們現在的裝備相當緊張 亦都要提防機庫在前戰要做的反攻 所以他們如果有什麼兵器都應該把他扔上前線 所以現在收到那麼緊 他們連T-54、T-55都不會拿出來 都要隨時準備扔上前線 所以T-34 就算有也不是多少架可以動的 這個陣 全國各大城市 有20多個城市 以往就同步 現在都是取消了閱兵 即是取消了 主要都是安全的問題 另外為了紀念 退五軍人的 大游行也是減少了 所以今年很安靜 真的很安靜 你想想 在戰場 即是在Paraid上 那些裝甲車都是 去年的一半至三分之一 相當少 相當少 我和上星期 有人襲擊克里姆林宮 即是這個無人機 那些事件有沒有關係呢 那麼 即是 可能有 只能說可能是有可能是沒有關係 都不一定 有關係呢 可能是他們被襲擊之後 他們都相當擔心 普京的安危 所以 如果要準備的話 他們最好就要小心了 就不要那麼 那麼 輕率地擺放太多人 會對 總統普京 構成一個 遇襲的風險 可能是 這次閱兵有30個部隊 跟去年又不是差很遠 去年有33個部隊 對 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